然后这就最后今天我告诉大家 我说那咱们那位哥们啊 我说那你看中共中央老杂毛们 准备中国要在未来三五年什么情况 经济GDP可以降一半 国家各项开支都要降一半 老百姓扎紧要带 过上五到十年的苦日子 死人嘛 说中国三亿到五亿人口死掉 没有任何影响 净化民族 说中国的空气污染 这两年一搞病毒不都解决了吗 你看看现在北京上海的空气好多了 然后现在中国的所谓的民间 就是非正常开支 就是不重要开支 就老百姓吃的喝的 你更不需要吃不需要喝 这些开支都降下来了 真的兄弟 我从来没说 我是第一次说 共产党真的开启了净化中国人 减少中国这个国家人口的累赘 老年人残疾人 真的这个时代来了 你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跟欧洲的制裁和美国制裁 提前做好准备的只有中国 牺牲的人只有中国老百姓 和老百姓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 就像毛主席 毛泽东在那边坐南海 天天说我不吃肉 我只吃红花肉 五花肉 我只吃鱼 老百姓吃什么 吃树皮 吃人肉 吃孩子 这一天一定会来 所有告诉大家 我自己都愁怒 未来中国三四年到底会多惨的 我有把握2025年以前 2025年灭了共产党 2025年以前咋过呢 欧洲已经开启了和中共俄罗斯 直接对干的形势 谁都无法避免 乌克兰的血腥战争将升级为 俄中欧的全面战争